台媒报道称,由美众议员28号提出所谓通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,宣称强化所谓美国对台支持。 过去40多年来,由于受到所谓台湾关系法限制,美国仅能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。 该法案将修改相关限制条文,授权美国行政部门提供侵略武器,为台湾未来取得攻击性武器奠定法律基础。 报道称,针对美国对台军售交付延迟达190亿美元,该法案还提出一系列所谓加快对台军售措施,包括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每年检视美方防卫台湾作战计划, 依此拟定一份事先批准优先售台的军事平台、科技与装备名单。 此外,法案还声称要求承包商优先制造售台军事项目,不论合约签订顺序为何。 法案还包括要求美台进行常态性军演、训练与专业交流,并指示美国财政部成立所谓台湾重要弹药添购基金。 对此,有岛内网友表示,美国唯恐天下不乱,只想引战,说得好听就是想看热闹又想骗钱。 为美国利益,美国生怕两岸和平不打仗。 美国不断推动对台售物,民进岛当局照单全收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行政部门编列2024年台防务部门预算案, 拟比2023年增加300亿元新台币,达到4400亿元新台币。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接中31号称, 在对美军购开始进入付款高峰期,加上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, 新式战机特别预算,绝大多数属于军事投资预算的情况下。 若干年后,台军人员训练与装备维护等维持预算的需求数只会直线攀升, 但台防务部门年度预算的编列数现在就已遇到瓶颈。 若干年后,台军将出现虽花巨资购入大量武器系统, 却没有足够经费去训练人员维护装备的情况。